哦 谢谢 然后我们是需要开一个什么样的火 先从中火开始 不要一下子让这个油温上来的太快 这样其实是不均匀的 宝贝我们开一个中火就可以了先 中火 中火啊 嗯中火 你们的油温上来了没啊 怎么再上来啊 怎么上来 现在是大火还是小火呀 中火 中火是吧 你大概开火开了多久呀 开了 有一分钟 一分钟好 有没有筷子拿一个筷子来 把筷子呢 插在锅中 嗯 你看你的筷子周围有没有开始冒一些小小的细微的泡泡 还没有 还没有就表示你的油温还没有上来 如果你的筷子装旁边呢有一圈小小的泡泡的时候呢 其实油温就已经到达了150度左右 那这个温度就可以了 这个温度基本上就可以了 嗯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史丽曼老师 哎呦哦 你这个做的比我这个精致 这也不是精致就是升级版嘛 我们在里面加上姿势啊 加上这个火腿 嗯 然后我们用面泡糠 然后再形成一层保护 然后下去炸 怎么样油温热了吗 我已经听到噼里啪啪啪的声音了 这应该差不多了 所以表示稳度差不多了 你现在可以慢慢的把猪排呢滑入锅中 慢慢的哦 滑慢慢的滑进去 不要用丢的 哦 太危险了 哦 你们在看着我怎么滑是吗 对啊 沿着锅边 我也是第一次做啊 啊 你也是第一次做 那我要快来救你一下 快快快 好来 那我先把手擦干 好 如果你害怕油溅起来的话 我们把锅子稍微的情况捡起 倾斜一下 对 倾斜一下 好 不要紧 我怕烫到我了 我 哦 这样就可以了 对 让这个猪排呢都能够均润在这个油当中 哦 小心一点 哇 没有烫到吧 没有没有 就好 所以在家里呢 大人一定要跟就是孩子一起来操作 对对对 那我们这个时候把火是要调小一点吗 小一点 这个火就可以了 哦 这个火就可以了 哎 刘成爸爸 我们稍微把火调的不要特别的猛啊 中火以下可以吗 中火以下就可以了 那我是要翻一下吗 晃一晃就可以了 晃一晃就可以了 要炸多久这一面 你如果听到这个 滋啦滋啦的声音 滋啦声音越大的时候 就可以开始翻面了 拿个夹子翻 对 拿个夹子翻面就可以了 好 家里有夹子吗 没有 快嘛 我有快子 用筷子也可以 是的 但是小心要不要烫到 小心别烫了 不要烫了 不要烫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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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